朗朗被外媒誉为中国的莫扎特 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钢琴家之一 靓丽的中国的一张名片 作为享誉世界的钢琴家 在无数的赞美和褒奖下 非议和争议也接踵而至 让国宝级钢琴家朗朗跌落神坛 遭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怒批 浪杀股份官宣朗朗代言仅一天就取消 巅峰时期取得美艳交期 本应和和美美坐上人生赢家的位置 又为什么非但没有受到祝福 反而遭到嘲讽 甚至一度被称为合体捞钱 昔日备受好评的钢琴界表情地朗朗 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其中最大的争议来源于他的妻子吉娜 迪娜是德韩混血儿 也是著名的钢琴家 除了拥有一身才华之外 她还是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标志美人 那么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两个优秀的人 走到一起没有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反而逐渐走向低谷呢 1982年朗朗出生在辽宁沈阳 父母都是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 所以她从小就表现出音乐方面的天赋 两岁半大的朗朗 仅凭着自己在电视上看到的猫和老鼠动画片 就学会了动画片里汤姆猫演奏的音乐 匈牙利第二狂想曲 坐着音乐事业的家里 摆着一架钢琴 小小的她摇摇晃晃的走到跟前 凭借着印象演奏了出来 这把当时一旁的父亲惊呆了 她不敢置信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激动地问妻子咱们的儿子 不会是个天才吧 这要用问吗 这可是极高的天赋喝 父亲从此发誓不能荒废这块宝玉 一定要把儿子培养成世界顶尖的钢琴家 于是从三岁开始朗朗就每天练琴七八个小时 父亲望子成才心切 朗朗只要不好好练 就会被父亲用皮带一顿狠打 棍棒底下真的出了孝子 果然朗朗将钢琴练得炉火纯青 那将找地方一显身手吧 她参加了大小比赛获奖无数 但是真正打响她名声的一战 还是在1999年 那是一场在芝加哥举办的明星音乐会 但本应出席现场的钢琴家 却因并临时离场 所谓参赛替补者的朗朗 林薇寿命上台表演 那场表演的她堪称完美 最后一个音符落到地上时 在场的三万名听众全体起立欢呼 朗朗的名字从此深深的刻在了 钢琴界的优秀者名单里 这是同龄人难以企及的天花板 更令人羡慕的是 那时候的朗朗不过才17岁 她在钢琴方面的造诣 还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 精益求精 好上加好 在其后的几年里 不断进步的她被评为能与被多分 肖邦等同的人 著名钢琴家福从称 朗朗是一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 而只注重于好听与否的普罗大众的要求就更低了 真正听懂钢琴不多 但八卦人人爱听爱传 于是2019年37岁的朗朗 在巴黎大婚的消息 被大家津津了道 因为比她小了12岁的新婚妻子 德涵混血吉娜实在是太漂亮了 瓜子脸比巴掌还小 瘦瘦的但又身材火辣好看 实在是好看 欣赏完了吉娜的美貌后 大家不免又要为她们的爱情感动一次 因为两个人之间的相遇 实在是令人羡慕 1994年的8月22日 这天是朗朗第一次出国参加钢琴比赛 远在德国的她 再一次顺利地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以冠军的荣誉赢得这场比赛 还赢得了一位在当地出生的小姑娘 吉娜爱丽丝也就是朗朗以后的妻子 或许就是缘分使然 吉娜从小就开始学习钢琴 偶然间看到朗朗的CD后 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年少成名的艺术家 并把她当作自己的偶像 来激励自己学习钢琴 美女粉丝的这份喜爱 也使得朗朗的钢琴淡得越来越好 更有情感 更具感染力 在各种比赛上也开始斩露头角 因缘天定 一切都被牵引着走向一起 在一次受邀演出时 吉娜竟然却在后台碰见了朗朗 并且自己这位多年的偶像 还主动对她说了一句祝你好运 有了偶像的加油鼓励 演出吉娜可谓是使出了全身功力 赢了个大获全胜 不过比赢让她更高兴的是 朗朗跟她交换了联系方式 两人开始有了交集 不过吉娜正式走进朗朗的世界 还是在2015年 那时的朗朗受伤了事业 也进入了低谷期 是吉娜不离不弃的守护在她的身旁 跟她一起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 也走进了她的心中 同为钢琴家的两个人 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在交往三年多后 两人正式走进了婚姻殿堂 但是因为年龄的差距和工作关系 巨少离多 两人受到了不少风言风语的质疑 直到2020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朗朗很多的音乐会都被迫取消 在综艺里 二人的互动恩爱非常 自然这段感情的质疑声 也渐渐的销声匿迹 大家再一次开始羡慕朗朗 有这么一个蚂蚁腰 大长腿长卷发的美女妻子了 只不过不知道 是不是过度的陶醉其中 使得二人迷失了自我 本应该专注于艺术的她们 开始频频的出现在综艺节目里 甚至开始直播带货 不过上个综艺直播间这些都算了 大家不可能不允许你展现生活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 大家真正开始厌恶是吉娜怀孕之后 从一开始的吉娜怀孕腰没变化到 如今的七个月 怀孕状态仍如少女 吉娜怀孕身材贫上热搜 看客们的态度也由反感演变成了令人作偶 宣布吉娜怀孕后 两夫妻出席活动仍旧以炫身材搏眼球 每每镜头对着妻子腰围时 朗朗都非常引以为豪 拉着吉娜秀肚子 全方位让大家看她 就算怀孕了身材也没有任何变化 那时候就觉得 他们俩一个把对方当成炫耀的物件 一个当物件当得沾沾自喜 真成了人形挂件 人民日报发文怒批这种现象 每个人怀孕后的身材因人而异 不能在怀孕期间 抢求完美身材这种观念 是有些扭曲的 虽然吉娜可能并非有意传输这种观念 但是朗朗和吉娜也因此跌落神坛 不再有人盲目喜欢他们究竟是什么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 我是八个每天一个明星故事 关注我下期更精彩 感谢您的观看 您的评论和转发 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